大家好,我是阿渡,我现在是在陕西西安 这里是秦始皇的儿子,秦老师,胡亥的皇陵 他这个皇陵里面的博物馆是没有开放,我们现在去找他的风土 前面那个是虎福,这里有个顶的雕塑,两边是秦国的武士 秦朝的武士 他这里有个秦兵战甲镇 它里面是空的,可以站在里面拍照,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非常非常好玩,里面看着也非常非常壮观 我们由这里来上的台阶,它做成了朝代的名字 公元2010,中华人民共和国,再往前就是民国,秦,明 再往前就是秦老师皇帝陵,这里的两侧都有十项身 出来之后看到好大一棵树 这一树大殿是后世之士 秦国的将军图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大 它吞一六国之后,这就是全部的秦朝地图 祖国上面我们就看到了秦尔寺的墓碑 这里有一口钟,后面写的是中金百代,文剑千秋 这也是看史书,看古迹的意义 这里有一架仿造的安车,前面是四匹巨马 这个造型在秦神皇兵马俑的陈典厅可以看到 这里是直路维马的故事 赵恩为了宣誓自己的主权,他牵了一匹鹿 让所有的大臣都说是马 结果秦尔寺也搞不清是路还是马 糟糕 秦尔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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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